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在英国牛津郡发现的麦田怪圈 它有个名字叫巨型水母 这个巨型水母全长有183米 而且它的整个图形 纹路 还有它的整个比例 都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像这种外形充满艺术感 并且比例很多都符合黄金分割的这种麦田圈 在麦田圈里面占的比重还是蛮大的 并且很多麦田圈都是一夜之间突然一下就出现的 前天看的时候还没有 第二天看发现就有了 所以这也是麦田怪圈被认为是很神奇存在的一个原因 下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更神奇的麦田怪圈 我把它称为数学科代表 就是麦田怪圈当中的数学科代表 这个麦田怪圈是在2008年巴布里城堡附近发现的 它这个直径大概有150米 为什么说它是数学科代表呢 现在大家单看这幅图 可能还并不能把它跟数学科代表联系在一起 下面我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能代表数学科代表 首先这个图案它是一个编码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案平均分成十份 就是在圆心处把这个角度平均分成十份 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图案 然后我们从里向外看 最内圈的红色我们可以看到它占了三份 所以它表示三 然后这个三的旁边呢有一个绿色 绿色上面有一块点 然后这个呢就表示小数点点 然后绿色后面的是紫色 就是占了四份就表示四 然后橘色是一 就表示一 然后后面的蓝色就是五 因为它刚好180度相当于占了五份 然后说到这里很多聪明的朋友可能就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就表示的是圆周率 从最里面的红色到外面分别是3.14159265 4... 这个图形呢就相当于它表示了圆周率的前十位 最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三个圈圈啊 就表示省略好... 当然看到这个麦田怪圈的感觉呢 就给我一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是有人已经设计好了这样一个图案 然后再去把它做成麦田怪圈 最后再来对外公布 这样表示的是一个圆周率 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就是有人他刚好灵感突发 把这个麦田怪圈给破解了 因为灵感这个东西真的是说不准啊 就像有的人他注定要去解决一个问题一样 他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更容易获得灵感 所以解决世界上很多难题啊 我们要的可能不是专家学者 而是要的是灵感 这个麦田怪圈呢 是在汉普郡奇尔伯顿天文台旁边发现的 这样一个麦田怪圈 这个麦田怪圈跟之前的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圆圈啊 它更像是一种信息和编码 因为这个麦田怪圈特别像 那个Arisibo Message 就是阿雷希伯信息 当时为了纪念这个阿雷希伯射电望远镜的建成 人类就向外太空发射了一个信息啊 这个信息就叫阿雷希伯信息 阿雷希伯信息就是将人类的一些信息和地球当时的一些信息 把它们转化成二进制的图案 然后发射至太空 希望有一些天外来客或者外星人接受到这样的信息 跟人类进行一个联系 这个信息里面呢 包括用二进制表示的一到十这十个数字 也包含了组成地球生物的基本元素 就是碳氢氧氮氮 同时用二进制的方法写出了核甘酸的化学式 以及DNA双螺旋结构 其中还包括人的外形和1974年的时候 全球人口和人的平均升高 还有太阳气的组成 以及最下面这一块呢 就是阿雷希伯望远镜当时的一个形状 于是呢就有人把麦田怪圈的这个信息 与阿雷希伯信息进行对比 然后发现呢 中间这个人的形状变成了外星人的形状 并且在组成生命的基本元素里面 多了一项就是硅 并且这个DNA的结构也是有一定的改变 就跟我们人的不太一样 并且表示阿雷希伯望远镜的这块地方呢 被改成了另外一个图案 而这个图案呢 就是早期出现的麦田怪圈的一个图案 所以就有人猜测 这个是不是当时外星人的宇宙飞船 也有很多人认为 是不是外星人在通过这样的方式 在与人类进行交流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存在很大争议的 就是它里面虽然说把构成生命体的元素 加了一个硅元素进去 但是在上面的这部分 核甘酸的化学室里面 并没有看到硅元素的影子 因为这个核甘酸呢 相当于是组成DNA的基本物质 所以如果组成生命体的元素里面有硅的话 那这个硅应该出现在核甘酸里面 并且我们可以发现 它这个DNA改动的这个结构 变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结构 如果DNA是不对称的话 那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就出现错误 出现紊乱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站在人类的视角 看这张图所看出来的问题 有可能在外星人 他们那套生物体系里面 可能根本就不遵从我们所说的这个规律规则 有可能他们的物理和生物的这种规律规则 跟我们这边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麦田怪圈可以说是很直接啊 上来就是一个外星人的形象 并且在右边有个圆形的盘 关于这个麦田怪圈啊 还有很多人专门去破译这张图里面的内容 因为很明显看出来它也是一个编码 用的呢很可能也是二进制语言 我们都知道二进制语言就是0101 在麦田怪圈里面实现起来呢 就是倒下去的可能就是0 然后立着的麦子呢就表示1 然后有人觉得这个麦田怪圈 可能是外星人想对地球人说的话 于是他们就用ASK码 然后来破解这个圆圈里面的内容 这个ASK码相当于就是计算机能懂的语言啊 并且每个英文字母都会对应一个它特有的ASK 于是人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来破译这个圆盘里面的信息 最后得出来这样一句话 首先这句话并不是说的特别清晰啊 所以这里呢我也给出我自己的翻译啊 要当心那些带着虚假礼物和空投支票的人 有很多苦难但是还是会有时间 好的事物会一直在哪 我们反对欺骗通道正在关闭 这句话看完呢我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虽然整句话的意思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表达的观点就是要反对欺骗 但是还是有好的东西 这就让我想到了现在的一个现状 就是麦田怪圈现在已经被认证 基本上90%多的麦田怪圈都是造假的 也就是说都是人类自己弄出来的 关于造假这个事情呢 人们最开始是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 伦敦有一个报纸啊 就报道了有两个人公然站出来说 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已经做了很多个麦田怪圈了 就是这两个油腻的中年人 站出来说自己造假了很多麦田怪圈 他们用的方法呢就是先在中间定一个点啊 然后用板子压在麦子上面 然后自己用脚踩 然后顺时针走一圈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麦田怪圈 但据我了解呢 这两个人可能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描述的这样 就自己很厉害做了很多个麦田怪圈 这两个人呢更像是麦田怪圈造假风气的始作俑者 所以这两个人在曝光了自己以后 就是给媒体做示范自己是怎么做的麦田怪圈的时候呢 他们那时候做的麦田怪圈就是特别粗糙的这种 也不是特别圆 然后做出来的麦田怪圈吧 这个圆心还跟那个直线对不上 并且他们做出来这个图形呢 还跟自己的设计图纸不一样 但是呢这两个人还是因为这个事情火了一把 于是很多艺术家就受到这两个人的启发和影响 然后就开始在麦田上面进行自己的艺术品创作 这就导致后面的麦田怪圈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看 并且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像澳大利亚英国瑞士这种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麦田圈创作的比赛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很多麦田圈呢 都是人为创作出来的 因为这种麦田圈的创作已经被证实了 会给农场主或者当地的经济 带来很多的收益啊 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心中的疑问就来了 就是我刚才只说到了90%多的麦田圈是人造的 那剩下的那些不是人造的那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一点呢才是让麦田圈真正出名的原因 首先人类最开始发现的那几个麦田圈呢 基本上就是公认的不是人造的 而这几个麦田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他们并没有一些花里孤梢的一些图案啊 进入这些麦田圈里面很多设备会失灵 比如说像磨盘啊像这种照相机一下就没电了 然后出了这个麦田圈呢这些设备又恢复正常 并且这些麦田圈的中心啊会有一些装饰物 要么就是有几根麦穗鹤立鸡群啊 要么就是有一撮类似于装饰性的麦穗 然后搭在一起 要么就是有一些麦穗跟周边的麦穗都不太一样 反正中间这一块呢会跟周边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麦田圈周围没有发现脚印和那种路径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麦地里面窗行啊是会留下那种行走的路径的 就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肯定会踩倒或者压倒一些麦穗啊 这样就会形成一条路径 我们可以看人造的很多麦田圈啊 它都是有那种线条相连接的 就是它有那种进去的路径和出来的路径 但是最开始的这些麦田圈呢 它就是周围没有路径也找不到脚印 就感觉是有一个东西垂直从上面落下来 啪一下掉到那上面砸了个坑这种感觉 于是呢这个现象呢就吸引了很多学者和科学家进去研究啊 首先他们在里面发现了辐射 这个辐射说的确切一点就是那种高频微波辐射 就像微波炉里面发出的那种辐射一样 并且在这个麦田圈里面的麦穗头 有那种烧焦的痕迹 并且还有一些苍蝇的这种烧焦的尸体啊 或者说一些虫子的干尸都在那个麦穗上面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弯曲的这种麦穗 它并不像是被折断的折弯的啊 因为在它弯曲的部分 它就像是长弯的这种很自然 并没有折断的痕迹 因为人自己去做麦田怪圈的时候 他们都是用那个木板嘛对吧 就是说有明显的把这个麦子折断的痕迹 并且有的麦穗在弯曲的部分 它会有那种烤焦的痕迹 而且还有的麦穗在弯曲的部分 会有那种爆炸的那种痕迹 它这个爆炸呢是从里面爆炸爆出来的 就感觉外面被冲了个口被炸开的那种感觉 同时这个泥土里面有烘干的迹象 并且也发现了一些雌性的小颗粒 而且倒下的这部分麦穗呢 它的这个根啊跟正常站立的麦穗 它的根还不一样 倒下去的这部分麦穗呢 它的根是向上生长的 就很可能它所处的这个电磁场和重力场 跟旁边这些站起来的这个麦穗 所处的重力场和电磁场都不太一样 所以科学家发现的这些现象大概就这么多 关于这些现象呢 科学家并不能做出一个涵盖所有面的解释 但是针对个别现象进行解释呢 科学家还是能做到的 就比如说中间有一些麦穗 跟周边的不太一样啊 科学家说形成这种现象呢 可能就是当时来了一个龙卷风 因为这个龙卷风的中心啊 基本上是平静的啊 周边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中间的这个麦穗呢 就保持着直立没有动 然后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些麦穗上面 有那种烧焦的迹象 科学家就说 这个东西呢就是球形闪电啊 在这一炸啪 然后就把这个麦穗上面就给烧焦了 然后同时这个球形闪电所产生的瞬间高温 和能量的瞬间释放啊 就会让这个麦子进行一个浮倒 并且瞬间高温呢 又会让那些浮倒的麦子 那个根部水分突然一下受热蒸发 然后这个水分呢就变成水蒸气 然后这个水蒸气呢就迅速的往外出 对吧 所以这就能解释那个麦穗上面的弯曲部分 为什么会有烧焦的痕迹 并且有时候会有那种炸开的痕迹 但有的科学家就认为这个解释比较牵强 因为球形闪电这个东西 一般直径是在10厘米或者到40厘米之间 所以这么小的一个球形闪电 要造成十几二十米直径长的这个麦田怪圈 就让人觉得不是很可能 所以有的科学家就说 这个地里面不是发现了这种磁场 辐射对吧 那是不是有可能造成植物弯曲的是电磁辐射呢 然后科学家就做实验 对这些麦穗进行高频辐射 然后就发现给这些麦穗射辐射30秒以后 它们就开始弯曲了 而且是呈现的那种自然弯曲 到这里呢我们发现可能单个现象 这个科学家都能解释 这些现象放在一起了对吧 那我们就把单个的解释也放在一起 就是形成麦田怪圈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要有一个旋转的这种风气流 对吧 然后再加上球形闪电 并且呢这个球形闪电还要能在空气当中 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啊 以至于它能进行一些微波的辐射 当然这种解释呢 并不是所有人都买正啊 就有人说啊 这些麦田怪圈呢 就是外星人的飞船所造成的 外星人用的离子推进器对吧 这种飞进器在贴近地面的时候呢 它所产生的这种气流啊 可能就是这种涡旋气流 然后引擎的这种高温呢 可能就刚好烧焦了部分的麦穗 并且这个引擎的工作环境呢 就是有强大的电磁场啊 所以会对周围的这种植物啊 造成一种电磁波的辐射 所以麦田怪圈的形成呢 就是一个飞行器降落的一个瞬间 然后就把这些麦子给弄倒了 最后呢 还有一种关于麦田怪圈形成的说法 当然这种说法就比较浪漫了 就说这个麦田怪圈呢 是来自高维度的信息 就像我们看的那个星际穿越一样 这个爸爸为了给女儿传递信息呢 他就从另外一个维度 另外一个空间 通过把这个书架上的书推出去 让书掉在地上 最后让这个女儿知道 是他爸爸给他传递的信息 所以按照这种思路来讲的话 麦田怪圈所传递信息 这样一个事情呢 就相当于是假如我们养了一群蚂蚁 就比如说我跟那些蚂蚁说 我很喜欢你们 我很爱你们 但是那些蚂蚁可能 并不能意识到我的存在 但是直到有一天呢 我发现我可能不小心滴了一滴油 在养蚂蚁的这个器皿里面 然后这些蚂蚁呢 就对这滴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我就发现 我好像终于能做到一件事情 引起这些蚂蚁的注意了 然后于是我就去钻研这个蚂蚁的语言 然后我就把我对蚂蚁的喜欢 想说的话 就通过一种方法 给它设计在这个油滴里面 这样的话蚂蚁是不是就能意识到我的存在呢 或者说能接受到我的信息了呢 虽然这个想法很天真啊 但是我觉得浪漫的蚂蚁肯定能接受到我的信息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